心动期男嘉宾颜值大排名 炼宗天花板 奥斯卡垫底 李定豪第五 彭高第一不是 近日 心动的信号期热播 看了炼宗这么多集的心动的信号 你最喜欢谁 他们在你心中的排名又如何呢 颜值大排名 来看看你喜欢他的有没有上榜 第九名陈思明 陈思明 曾是讹厂腾讯的员工 与方斌涵在心动的信号中组成方程式CP 陈思明与方斌涵在节目中相识并相恋 他们的互动甜蜜而沾实 赢得了大量CP粉的支持 然而遗憾的是 两人在节目外宣布了分手的消息 引发了粉丝们的关注和讨论 据网友爆料 他在与方斌涵分手后从讹厂离职 离职后 他表示想要把时间留给家人 并在新的工作中寻找新的方向 第八名薛哲阳 薛哲阳身高193 本科就读于宾州州立大学 硕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主修金融学 他性格比较内敛 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感 但却带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冷幽默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薛哲阳就以他高大帅气的形象 和温暖的性格迅速吸引了 所有女嘉宾的心动留言 成为了大满贯选手 薛哲阳心动的信号第五季嘉宾 在节目结束后 与心动的信号第三季的嘉宾中 配言官宣恋爱 他通过一则视频分享了 自己与中中的恋爱日常 以特别的方式官宣了自己的恋情 第七名陈宗文 陈宗文 参加心动的信号第五季 花明卷毛哥 陈宗文与金嘉月两人组成成了肉粽CP 两人在甜蜜互动 最终成功牵手 人爱 节目结束后不久 两人宣布分手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猜测 可能存在越界行为 在与金嘉月肉肉分手后 陈宗文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官宣了新恋情 他的心女有颜值颇高 气质出众 两人的合照也是十分养眼 只能说祝福吧 第六名陈宇林奥斯卡 陈宇林奥斯卡 本人超级厉害 年纪轻轻有多个职业TVB演员 在读博士生 家庭条件也是很好 初中就出国读书 还是非常顶尖的贵族学院哈罗公学 从这方面来说 家境肯定也是不一般的 就有知情人士爆料说他家时间开医院的 而且他本人也是和贵族子弟在一起玩的那种 确实家境不一般 他看起来也是比较有涵养的 苛刻爱爱的 很多人对演员有滤镜 觉得他是来刷脸的 但是他看到乐颜的第一眼 真的是有星星的夜 一见钟情的那种 好甜 而且在约会的时候 乐颜问他是不是对自己坚定之类 问了三遍 他答了三遍说对 真的太好客了 这样子看来 长得帅已经是奥斯卡最不起眼的优点了 第五名李定豪 李定豪 24岁 小奶狗类型 是参加心动的信号 第七季是该纪男嘉宾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来自广东潮善 目前在广州工作 他毕业于广州美院 学习艺术与科技专业 目前是一位首饰品牌的主理人 在心动的信号第七季中 李定豪对女嘉宾软小咪展现出了明显的好感 他在节目中的表现积极且主动 例如在第一次见面时就为软小咪搬运行李 展现出男友力十足的一面 还曾下跪为软小咪找拖鞋 这些细节都体现了他对软小咪的细心和关注 说真的 他俩感觉还挺般配 还有点夫妻相 期待豪咪CP可以走到最后 第四名陈以晨 陈以晨 神似陈坤 有他在的画面就像是拍偶相剧一样 他看起来是那种很温柔 话很少的人 但却总是能把话说在重点上 在心动2里上演了三女追一男的剧情 虽然很多人说陈以晨优柔寡断 但在这个节目里 他温和的处理方法和对三个女生的尊重 其实很好地维持了体面 他没有让任何一个女生下不来台 三个女生准备的约会也有认认真真在参与 他们的努力和准备在他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他充分接触胡了解三个女生 后选择了他最心动的张天 与张天成功牵手 促成天意CP 第三名 Tom War Tom War 香港人 有自己的尾波冲茫俱乐部 有开船证 有自己的船以及运动理疗者疗索 自信大方爱运动 坦率真诚爱上班 阳光帅气又有魅力啊 虽然在小屋时间不长 普通话也不是特别熟练 但每次出现都能很好的融入 他会主动地进行自我介绍 大大方方地和人聊天 大方直接又让人感觉很舒服 尤其是Tom War下班回家一进屋 I'm back 感觉小屋瞬间就变得阳光活力 希望在后续的节目中 Tom War能够收获自己的真爱 这样子的男孩子简直就是理想性啊 第二名 彭高 彭高 27岁 身高188厘米 阳光开朗 笑得很灿烂 经常露出自己的大白雅 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 硕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拥有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 是名副其实的985高校学霸 是一名大厂的程序员 在互联网AI方向工作 年薪上百万 在心动的信号第七季 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节目中 他的出现如同一股清新的风 瞬间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 他就是那位在节目中一见钟情 渔翁清雅的男主角 他们的故事从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始 渐渐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 成为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浪漫传说 初见翁清雅的那一刻 他的心仿佛被丘比特之剑射中 眼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惊喜和倾慕 翁清雅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动作都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 他深知 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特别的人 在随后的节目中 他并没有选择默默无闻 而是主动出击 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那份浓烈的爱意 他的一举一动 无不透露出对翁清雅的细心和体贴 在一次晚餐准备环节中 他轻轻地帮清雅系上围犬 那一刻的温柔 仿佛在告诉全世界 他练义成为他生活中的守护者 不仅如此 他还注意到了翁清雅对包下的小烦恼 于是主动接过这个任务 用双手为他包去虾壳 只为了让他能够品尝到美味 而不必为小事烦心 这个小小的举动 不仅让翁清雅感受到了他的关怀 也让屏幕前的观众为之动容 他的每一个细节 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他对翁清雅的爱 他不在意节目的规则 不拘泥于传统的追求方式 只希望通过自己的真心 去赢得翁清雅的放心 他的真诚和坚持 让所有人对他们的感情充满了期待 心动的信号第七季 因为他们而变得更加精彩 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 节目中最动人的篇章 他的主动和勇敢 不仅打动了翁清雅 也激励着每一个相信爱情的人 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们的故事 让所有人相信 一见钟情不仅仅存在于童话中 他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不过在清雅看来 彭高表现得有点过于太快了 他喜欢慢节奏的爱情 希望彭高后面也可以慢慢来 不要太快 慢慢地走进清雅的内心 希望高雅CP能走到最后 第一名赵奇君 赵奇君 这个名字随着一档热门综艺节目的播出 而深入人心 他在节目中的甜蜜表现 让观众们从屏幕上感受到了爱情的魔力 赵奇君与凯文的奇闻CP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最佳情侣 他们的爱情故事从综艺节目的甜蜜互动 延续到了现实生活中 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节目中 赵奇君的一句 我不想在别的女孩都有礼物 说的时候你没有 不仅温满了凯文的心 也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 这句话被网友们誉为炼宗节的天花板 成为了表达爱意的新标杆 赵奇君的细心和体贴 让他在节目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理想男友的代表 赵奇君和凯文的爱情故事 并没有随着节目的结束而画上句号 相反 他们的感情在现实生活的考验中愈发坚定 两人在节目后的日子里 继续以真挚的情感维系着这段关系 他们的每一次同框都让粉丝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 终于 在2023年 赵奇君和凯文的爱情修成了正果 他们正式领证结婚 宣告了这段爱情的圆满结局 他们的婚礼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见证了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时刻 赵奇君和凯文的故事 不仅是一段综艺节目的佳话 更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爱情最美的模样 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成为了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大家都在期待着这对甜蜜的夫妻 能够继续分享他们的幸福时光 赵奇君和凯文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情不仅存在于同化故事中 他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他们的爱情 不仅让他们自己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主角 也激励着每一个相信爱情的人 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心目中的心动的信号男嘉宾颜值排名是怎么样的呢 谁是你心中的第一名